中国女排3比0横扫俄罗斯队结束连败。 朱刘源进攻组合展现威力。 2018年世界女排国家联赛江门战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第二轮的争夺,中国女排表现出色以3-0,25-21,25-19,25-22,横扫俄罗斯队结束了两连败,取得了江门战首胜。 比赛一开始中国女排就火力全开,朱婷、刘晓彤都相继打出了有威胁的进攻,中国女排很快就以8-5取得领先,此后袁新月又帮助中国女排扩大了领先优势,但俄罗斯队并没有放弃,将比分追到了12-14,关键时刻,朱婷、刘晓彤又站了出来,中国女排再次扩大了领先优势。 并以25-21率先拿下第一局。 第二局,中国女排依然保持着状态,但俄罗斯队也展开了反攻,并已度以8-6取得领先,但此后朱婷和袁新月连发球带进攻,帮助中国女排打出了一波攻击高潮,并反超了比分,紧接着刘晓彤又连续得分。 中国女排以23-19取得领先,随着朱婷连得2分,中国女排以25-19再胜一局。 第三局,俄罗斯队被水一战,开局阶段取得领先,但袁新月、刘晓彤、朱婷三人连续得分,帮助中国女排将比分反超。 虽然俄罗斯队将分差缩小到了2分,但刘晓彤和朱婷又掀起了进攻高潮,帮助中国女排以25-22锁定了胜局。 本场比赛,朱婷、袁新月和刘晓彤三人,一共得到了42分,展现了超强的实力。 同时也表明了只要有队友可以站出来帮助朱婷,中国女排就不会畏惧任何对手,希望中国女排可以保持状态迎接于美国队的比赛。